你把公司的重要机密 泄漏给对手公司 自己去协定这申请口 不让我干 我在公司都干了这么多年 你说让我走 那你想怎么办 赔偿君 我会不会比这一份合死 你再多给我开一年公司 我就乖乖走人 要不然谁也比较好 你就在屋子 安等着牢生通胎 我还真让人走了 你不怕他告我们吗 现在是他泄漏公司机密 因为公司带来重大损失 我刚才已经录音了 而且公司刚刚装了新的监控 只要我再收到仲裁通知 60天之内选择反仲裁 他不想打关心 你说没道理 他能耗过我 哎呀 不好意思痛哭 你不知道这个衣服 开会要用吗 知道吗 那有什么样子 所以我答应干嘛去 心情不好 不想上班 这一块他非常 喂 竹竹啊 一会我发个小谢帮我讲你 我先去机场接董事长 你有大方说 不让话不让你不知道吗 还管不管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有这种固定了 顶状上司才换一期 你什么时候扯我上司了 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已经是老板名下公司的法人了 现在我就问老板凭几分 完了 这下他成法人了 咱日子不公道 咱们公司业务这么多 有一点苦水草 都怕有点心就喝茶 而且公众章都在老板手里 我看过他现在 未来更换法庭代表人 不投诉决意 根本没钱时间 只要一出事把时间一改 玩完了还不这么美 还要我跟你说 我们这次出差 可不给我们订酒店可好的 哎 你等一下 我有个电话 喂 张总 没睡的吗 小李 来 你来我屋 老板求点事 喂 前台 帮我订了两份宵夜 送到3707房间 钱就在访废里 订话是 老板你找我什么事啊 小李啊 我在这儿到外卖 你求一下 谢谢张总 这么晚还请客 你慢慢吃 我先回去了 小李 小李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